伊朗中部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基地 遭乙军空袭后陷入火海 首都德黑兰的夜空中爆炸声不断 好几段乙军26号报复袭击 最新画面曝光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没有发誓要再报仇 只说要官员考虑 如何向以色列展示伊朗的实力 但如今却也传出 伊朗犯罪调查中心发声明 禁止民众发布以色列袭击的影像 为者将面临十年徒刑 伊朗想尽办法度悠悠之口 恐怕就是不想 让外界将政府冷处理 和纸老虎的形象画上等号 因为以色列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三波攻击 摧毁伊朗西南部飞弹制造工厂 地对空飞弹基地 根据路透社取得的卫星罩 首都德黑兰附近的空袭中 伊朗过去用来开发核武器的基地 也遭到攻击 不过相较于伊朗境内恢复平静 迅速获得降温 以色列二十七号却惊传恐攻 地点相当敏感 就在情报总部摩萨德附近 卡车冲撞巴士站 导致一人死亡多达四十人受伤 强制的民众开枪制服 身份证实是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 是否跟境外势力有关 以及对中东战火的后续影响 还有待观察 请继续继续报道